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场主怨声四起 苹果公司受牵连 形势紧迫 亚马逊与灵火点不断出现灭火难度大 建置太空 特朗普宣布正式成立太空司令部 太空军出炉在即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据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30号的数据显示 飓风多里安目前已经增强为三级飓风 强度或将继续升级 而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 多里安将到达巴哈马和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当地居民严阵一带已应对即将到来的飓风 强度正在不断升级的飓风多里安 预计将于当地时间31号到达巴哈马西北部 为了应对这次飓风迁徙 当地学校和政府办公室都已关闭 30号各个加油站和杂货店都排挤了长队 罐头食品和瓶装水等物品 很快就被采购一空 据了解巴哈马已经连续三年遭受飓风袭击 且造成了大约8000万美元 约合5.7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同样在为这次飓风到来做应对准备的 还有美国佛罗里达州 全州67个县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敦促居民 尽早做好应对准备 准备好至少7天的食物 水和必备药品 当地加油站周围也排挤了长队 为了应对即将来袭的飓风 当地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取消部分商业航班 向居民发放沙土制作沙袋 相关机构还对佛罗里达 肯尼迪航天中心的部分设施 进行了预防性保护 据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预报说 多里安可能升级为四季飓风 预计9月2号抵达佛罗里达州 东部沿海地区 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 亚马孙与林大火 30号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大火容易引起包括呼吸系统 疾病在内的健康问题 威胁民众 尤其是儿童的健康 世卫组织方面还表示 大火对人体的影响因人而异 但是遭受过剧烈大火地区的污染物颗粒 将会留存很长时间 据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27号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目前 在亚马孙与林地区 已勘测到72,000多处着火点 今年 亚马孙森林大火过火面积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约83% 达到2010年以来的最高值 当地时间30号 央视记者跟随当地民防部门人员 一道前往巴西马托格罗索州 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 一路上看到数十个着火点 救火难度非常大 在距离马托格罗索州首府库亚巴 不到两小时车程的地带 就已经能看到多处浓烟 以及大量被焚毁的枯树 现场看起来这个火已经是烧过一段时间了 所以在我左手边的一大片的地方 都已经是烧焦的黑色 而现在看起来这个火是没有任何减小的趋势 而是正在向我的右边往前方移动 在我的身后还有一个更远的烧焦点 目前巴西联邦政府和马托格罗索州政府 已经派出多方力量支援救火行动 并且接受部分国际社会救援 但是在持续的干旱高温天气下 新的着火点不断出现 范围不断扩大 成为救火工作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前在马托格罗索州 参与灭火的巴西联邦军队 正在密切监测火情 并且根据每天火势的变化 安排人手深入一线开展救火工作 从我身后大片的烟雾可以看出 这一片的起火的范围要更加的大 当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 我们发现其实当地的消防人员 已经是深入到现场进行救火的工作 在现场我们还看到 至少有两辆飞机在参与作业 留守在这里的消防人员告诉我们说 因为这周边的地势险峻 而且天气风向变化的非常快 他不建议我们再继续深入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对于消防人员来说 这个救火的难度和挑战有多么大 再来关注一下中美经贸摩擦 路易斯安那州位于美国南部 农业种植 水产养殖以及补牢业 都是其重要的支柱产业 也是这个州的重要出口产业 由于美国挑起并不断升级 对中国的经贸摩擦 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些产业 都遭受不小的负面影响 当地的农场主抱怨 自己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路易斯安那州农场主卡尔牛顿 从事农业种植40多年 他种植了包括小麦 玉米 水稻 棉花 甘蔗等各种农作物 农场的主要收入依靠农产品出口 尽管这两年收成不错 但由于经贸摩擦 卡尔牛顿过得并不舒心 中国一直是路易斯安那州农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 但根据路易斯安那州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 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 去年 路易斯安那州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额 从将近77亿美元大幅减少至30亿美元 下滑了大约61% 农场主卡尔牛顿说 在当地像小麦 玉米和大豆这类农作物 产量过剩 但美国国内市场已经饱和 如今他们又失去了中国这个大买家 当地许多农场收入下滑 很多从业者都陷入了经济危机 苹果公司29号证实 将在9月10号发布秋季新品 不过苹果眼前面临的一大迫切问题 就是从9月1号开始 特朗普政府实施的新一轮关税政策 如果加征关税全部生效 苹果利润或至少缩水50亿美元 当地时间29号 苹果公司发出邀请函 确认将在9月10号举行秋季新品发布会 外界预计新的iPhone将正式亮相 而陷入增长乏力困境的苹果 眼下还不得不面对新的不确定性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在当地时间28号正式确认 从9月1号起 分批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 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第一批被征收15%的关税的商品 包括智能手表 蓝牙耳机 平板电视和多种鞋类 这就意味着苹果手表和无线耳机等 将被加征15%的关税 而在特朗普政府此前三轮关税中 苹果产品几乎没有被波及 CNBC电视台认为 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苹果公司成功说服特朗普政府 给予该公司产品关税豁免 苹果一直是最得特朗普青睐的美企之一 事实上 在特朗普宣布 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加征10%关税时 苹果的CEO库克就一直在想办法 库克已经多次找到特朗普 表达对新关税政策的不满 最近一次 库克还拿三星为例 向特朗普表示 关税政策对苹果不利 特朗普也认为 库克提供了非常好的例证 并直言苹果公司缴纳关税后 与其他公司竞争 确实面临困难 不过 特朗普并没有对 如何改变这一局面进行回应 路透社的数据显示 2015年 中国供应商 占苹果所有供应商的比例 为44.9% 到了2019年 这一比例悄然上升到了 47.6% 彭博社29号指出 印度在进行类似 组装苹果高端机型 这样的生产活动上 的确有着一些优势 但残酷的现实是 印度基础社施建设极为落后 具备技能的劳工十分短缺 更重要的是 组装苹果手机所需的零部件 比如电池 半导体和处理器 通通需要进口 富士康在巴西为苹果代工 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有业内人士表示 即使苹果在全球各地都扩大产能 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 毕竟除了中国 找不到一个在一天之内 就能产出60万部手机的地方 再来看 美国太空军事化又有新动作 29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讲话 宣布正式成立美国太空司令部 现任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官 约翰·雷蒙德将担任美国太空司令部 第一任司令官 特朗普还说 美国接下来将很快成立太空军 明镜尔·雷蒙德将担任美国太空军事化 我们现在探索空空军事化 特朗普在当天的讲话中渲染外部威胁 说美国的对手已经把新科技武装到地球轨道上 目标直指美国的军用和民用卫星 他表示建立太空司令部后 美国的太空主导地位将永远不会遭到质疑 也永远不会受到威胁 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发表声明称 美军的工作必须聚焦于建立太空司令部 并为其投入人力和物理保障美国的太空利益 这是太空司令部的使命 太空司令部是美国第十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 与美国战略司令部评级 可直接指挥各军种所属部队 通常联合作战司令部只属于美国防部 尽管特朗普当天表示将很快成立太空军 但建立太空军必须得到国会批准 近年来国会就美军是否应该重组 以应对太空威胁分歧严重 一些国会议员和军方高层人士担忧 组建独立的太空军将浪费经费 加重美国经济负担 太空军如果成立 将成为美国海陆空军海军陆战队 和国民警卫队之外的第六大军种 而为了吸引更多的商务旅客 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 正斥资20亿美元准备对车组进行升级改造 并且提高列车的运行速度 不过美国老旧的基础设施 却为新车的运行计划带来不少的障碍 对于究竟该由谁来出资 进行基础设施升级 仍然存在争论 我们来看一下CNBC的报道 升级改造后 28列新型高速列车的运行速度 将从现在的约每小时241公里 提高到约每小时257公里 下一代列车目前正在由法国制造商阿尔斯通负责制造 工厂设在纽约州北部 整个升级计划将创造1300多个工作岗位 此外得益于最新轻量技术的使用 新型列车效能将提高20% 同时乘客容纳量也会提高30% 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表示 鉴于过去5年火车运输发生的几起致命事故 目前的目标是在解决乘坐安全问题的同时 也让火车相较于飞机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更具竞争优势 不过有专家表示 美国高速铁路未来将面临基础设施老化的挑战 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 一直在敦促白宫和国会议员 为铁路 桥梁和隧道等基础设施建设 批准更多联邦预算资金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回应称 各州应该用自己的预算来翻新这些基础设施 我们会有最高级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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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技术 在某些地方的基础设施 例如我们有一个高级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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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 愿级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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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 征收措施将于明年7月20号至8月10号 8月25号至9月6号的东京奥运会与残奥会召开期间实施 总计35天 征收时段与比赛时间重合 为早上6点至晚上10点 征收对象是在首都高速市内区间通行的私家车与商用轿车 中型以上的巴士和卡车 装有ETC系统的出租车 以及其他提前登记的奥运相关车辆等 不属于加收对象 此外所有装ETC的车辆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凌晨12点至4点 通过东京首都高速可以享受过路费半价的优惠 这也将是日本国内高速公路首次正式采用弹性收费制度 据了解目前东京首都高速根据距离不同 针对私家车与商用轿车征收的过路费 在300到1300日元之间 约合人民币20到90元 东京首都高速目前平均每天的车流量在110万辆左右 其中晚高峰时段最为拥堵 根据测算加上奥运会期间 与会相关人员的车辆 车流量将达到目前的两倍左右 东京奥组委与都政府曾在上个月 实行了多种拥堵缓解措施 比如呼吁企业错失上班或在家远程办公 采取关闭首都高速入口等交通管制措施 效果都不甚理想 因此决定以实施弹性收费为主 并服以部分路段的交通管制措施 在法国有调查显示 近22%的巴黎人受到噪音污染的危害 其中摩托车噪音最让人无法忍受 所以为此呢 法国大巴黎地区最近开始安装测试一种噪音雷达 以配合有望在日后出台的道路噪音处罚措施 解决摩托车等车辆的噪音污染问题 这种雷达配有四个收音麦克风 能够以一定的频率对环境噪音进行监测 以识别噪音源 然后监控设备会对路面上的车辆进行识别拍照 目前大巴黎地区多个地点已经安装了这种新型雷达 在临近巴黎奥利机场的新城勒鲁瓦 许多居民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摩托车和汽车噪音的侵扰 他们希望这种新的雷达监控设备 能最终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这些雷达配合的车达转移动 随便居通移动 但这些信息是 体验里的通移动 与充电视频 我们在香港区域的区域 而另一方面 要知道它的运动 所以我们会完全遇见 在每个材料和声音上的程度非常精彩 非常非常好 因为有车和车和车 也有大车和车 据报道 法国准备在今年秋季 对相关法案进行投票 以希望批准这种噪音雷达设备的正式使用 以及针对噪音制造者的相关处罚办法 据报道 法国有关部门接下来 还会在巴黎市内等地区继续进行测试 然后展开以自动检查和加大处罚 为目标的可行性研究 争取在两年内引入处罚机制 财经事件与他们相关 接下来关注一下过去一周的一些热点人物一级事件 不堪重负印尼亚加达深陷城市危机 总统出行也为堵车发愁 迁都计划正式公布 再看矛盾升级 勃索纳罗与马克龙赌气 拒绝七国集团灭火援助款 耸人听闻被传要用核弹对抗飓风 特朗普网上辟谣称是假新闻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CNBC夜文多在新加坡带来的树里 本周热点人物回顾 我们先来考大家一个地理问题 印度尼西亚的首都在哪里 如果你的答案是亚加达 那么可能要考虑更新一下知识点 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 在26号是正式对外发布迁都计划 打算把首都从亚加达迁到东加里曼丹省 作为现在的印尼首都和该国最大城市 亚加达正在面临日益严峻的城市危机 其所在岛上山火众多 地震常发不说 亚加达还是全球下沉速度最快的首都城市 也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在当地 常年的严重堵车 甚至连总统出行都会受到影响 两年前 佐科前去参加印尼阅兵典礼时 就被堵在了路上 导致他不得不在炎热的天气中 下车步行了两公里 这个遭遇让外界看了个笑话 或许也使得他痛定思痛 一定要将首都搬离亚加达 位于巴西境内的亚马逊大火危机 迟迟难以解除 国际社会纷纷倾囊相助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法国想要给巴西捐款 却似乎有些行不通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表示 G7也就是七国集团 将向巴西捐款2000万欧元 不过这笔捐款 却被巴西的总统伯索纳罗 是很快的拒绝了 他在推特上发文称 马克龙借拯救亚马逊与林之名 实则是将我们这里视为殖民地 或是无人地带 想要他接受捐款 马克龙必须先收回之前 批评他的言论 巴西总统府本周晚些时间宣布 巴西政府愿意接受 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捐款 也已经确认接受了 来自G7成员国英国的 1000万英镑的捐款 看来伯索纳罗的怨气 就是冲向法国 或者更准确地说 就是马克龙 那关于G7捐款问题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 虽然马克龙说 G7就援助巴西达成了协议 但是美国却表示说 特朗普并没有同意 G7关于巴西大火的援助方案 其实一向对气候和环境议题 不感兴趣的特朗普 亚格尔就没有参加 做出这一决定的G7气候会议 而说到特朗普 本周他又闹了一个大笑话 巧合的事也是跟气候有关 25号有美国媒体报道说 特朗普曾在听取一次 飓风简报时 向在场官员询问说 是不是可以在飓风登陆前 就使用核弹将其轰散 并且这还不是他第一次提出 这类建议 这篇报道引发了不少的关注 当然更多的是嘲笑 美国网友惊呼啊 我们的总统真的疯了吗 不过作为当事人的特朗普 其实已经在26号和27号 连发两条推文时 否认了这一说法 他表示说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这只是又一则假新闻 虽然特朗普辟了谣 一些组织却当了针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 特意在其网站上称 用核弹炸飓风并不可行 甚至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好的 以上就是本周热点人物回顾的 所有内容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将继续为您梳理 投资消费互为机会 看看有什么样的财富新角度 假后泛滥 动画电影哪吒 山寨衍生品大次售卖 国产电影周边产业链 尚续完善 保护动物 强制喂食过于残忍 美国纽约 你发布鹅肝禁令 这个夏天最火的电影 莫过于国产动画电影 哪吒之魔童降世了 自上映以来 票房已经是突破了46亿元 基神中国 影史票房总榜前三位 然而目前这部电影 官微认证的衍生品 和周边产品 大多需要众筹和预定 一些观众大呼不过瘾 同时不少电子商务平台 有一些未经授权的 盗版周边商品正在售卖 在电商平台上可以看到 不少商家都在售卖 关于影片哪吒的周边产品 大多是在抱枕 提许衫 手机壳等商品上 印有魔童哪吒的形象 售价在十几元到一百多元不等 其中还不乏有销量上千件的单品 部分消费者表示 还没有见到正版的衍生品 国产的电影 IP相关的其实见得很少 那如果是以哪吒来讲的话 我觉得也许像它的服饰呀 或者是说化妆品呀 然后什么眼影啊什么的 其实我都觉得都可以考虑 那既然如果要买 那我肯定是想买正版的 因为觉得可能尊重原创吧 如果质量OK 然后价格比较适中会考虑的 网上有一些那种仿制的衍生品 会考虑在网上 一般不会考虑这个 电影的这个一般不会 质量问题 针对网上众多仿制的衍生品 哪吒之魔童匠市投资发行方 光线影业日前发表了版权声明函 表示未经授权从事哪吒 衍生品开发招商的行为 属于侵权 侵权方应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而光线也将维护 主创团队的合法权益 记者发现 目前在官方授权的网店里 仅有的几款哪吒衍生品 还处于预定状态 同时记者走访了 北京的几家电影院 虽然影片还在热映 但也并没有售卖 关于哪吒的正版衍生品 那因为这些热门影片的衍生品的话 那它的开发和销售需要 开发生产需要一定的时间 那目前的话 影城还没有进行这个销售 对产品还没有到位 据了解 属于官方授权的正版哪吒衍生品 刚刚结束众筹 7月底 哪吒官微公布了 与国曼一同成长的 电影周边众筹计划 该计划透露将陆续众筹开发 包括徽章 挂件 钥匙扣 海报等周边产品 尽管票房火热 但是电影衍生品之后 可以说是哪吒将士之后的成长痛点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一部爆款影片的衍生品 跟不上市场需求呢 而目前我国电影衍生品发展的现状 又是如何呢 李韵是北京一家文创公司的负责人 专门负责电影IP衍生品的设计 开发营销等项目 他手上拿的这款笔卡丘玩具 7月份在各大影院和玩具店开售以来 已经卖出超10万个 李韵告诉记者 这一个小玩偶看字简单 但真正做出来 却花费了半年多的时间 这个项目呢 实际我们从去年就开始再去对接了 包括从设计到打烊到送审到生产 其实我们时间周期比较长了 李韵说做电影IP的衍生品 最复杂的是还原决策形象 因为版权方对电影中人物的还原 有很高的要求 并且会提供固定的设计元素 所以要严格按照授权的内容执行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安全认证 我们在出场之前要做一些很多的检查 包括它等等这一块的一些卫生 我们都会有严格的一些质检在里面 业内人士介绍称 正版电影衍生品跟不上市场需求的原因 一方面是制作周期长 更重要的是这些衍生品的设计生产 依然是电影上映后的一个环节 通常电影只有卖座 才会考虑设计电影衍生品 我们很难预估它的市场的反响和这个热度 那这样的话也是会有很少的商家 愿意在之前就投入自己的成本 来去跟着电影制片方 来去一块承担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的 这样的一个风险 采访中多家大的电影业相关企业告诉记者 目前我国电影衍生品的收入 占电影总收入约为20% 而一些电影业发达的国家 可以达到70% 基于目前电影衍生品 在电影产业链中的位置 其本身的价值容易被忽视 即使电影大热 电影衍生品也很有可能错过市场黄金期 行业认为下一步 我国电影衍生品产业 应更加重视提高质量 逐渐丰富品类 培养受众 完善产业链 这样才能促进电影衍生品产业 日渐成熟 人们常说没有吃过鹅干 就不算真正品尝过法国美食 但是长久以来 鹅干这种法国传统美食的制作方法 一直都伴随不少的争议 最近美国纽约市议员就提议 全市禁售鹅干 如果禁令获得通过 违反者将面临严厉惩罚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欧洲人将鹅干与鱼子酱松露 并列为世界三大真修 但批评者称 其养成及制作的过程非常残忍 为了让鹅的干扩大至正常值的十倍以上 饲养者将20厘米长的喂食管 强制塞入鹅的嘴中 每隔8小时喂食一次 反复喂食三周后 取其肝脏做成美食 美联社报道说 纽约市议员提议 禁止纽约所有餐厅及零售商出售鹅干 该法案将在数月内表决 若通过违反者将面临最高1000美元罚款 或最高一年有期徒刑 对此部分鹅干餐厅经营者持反对意见 若一案通过 纽约市将成为继加利福尼亚州之后 美国第二个禁止出售鹅干的地区 芝加哥曾于2006年通过禁止出售鹅干的法律 但两年后被推翻 在美国之外 英国 以色列 印度等国家已禁止生产鹅干 好的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今天下午就要落下帷幕了 这两天看到了很多前沿科技 对生活带来的改变 其中AI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是格外受到市场的关注 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加速产业化进程的应用场景 还有哪些呢 我们一起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这台古灵一体机集合智能射片 智能月片 AI生长发育测评等多项功能于一体 完成从拍片到月片再到报告的全流程 只需要5到10分钟 智能古灵判读结果与高年资儿科内分泌医师 绝对误差小于0.3年 达到资深专业医师水准 因为医疗本身是一个高敏感高壁垒 然后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 那人工智能的厂家在医疗领域要想要发展 首先要深度地认知这个场景 你必须知道医生需要什么 医疗需要什么 在医疗领域之外 人工智能也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台智慧垃圾桶 可以通过5G快速稳定地把画面传输到处理器 进而对可回收物和不可回收物进行高效分类 日常产生的湿垃圾放进这台机器 关上盖子它就开始自动运行 95%转化成水蒸汽 5%成为蛋林甲梨 这些有机质沉流下来 通过一个月的回转变成肥料 而在无人便利店的场景下 这位叫做喂爸的炒菜机器人 可以用新鲜的食材为消费者现场炒菜 只需要2到5分钟 一份色香味俱全的小菜就出炉了 结束之后还可以自动清洗锅产 目前已有多项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的数据库国际标准 由中国主导编写和制定 这将为中国AI产业的持续创新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将来在万物互联时代都会要依托于AI 所以它的附加值可以在现代技术上 可能销售输入提升50%到100% 而毛利可以提升5倍甚至10倍 我觉得这是一个带动我们的制造业 升级的非常重要的核心 当地时间30号凌晨 意大利西西里岛附近的斯特隆伯利火山 持续喷发 照亮夜空 火山所在的斯特隆伯利岛居民生活正常 到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斯特隆伯利火山与位于西西里岛东岸的 埃特纳火山 以及纳布勒斯附近的维苏维火山 都是意大利著名的火火山 上个月初 斯特隆伯利火山也曾剧烈喷发 造成一人死亡 一人受伤 近日英国南部西萨塞克斯 均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汽车跳远大赛 选手们驾车从排成一排的 废旧汽车上方飞跃 看谁跳得更高 更远 其落地自视 更漂亮 比赛当中不断有汽车 车头 与地面猛烈相撞 还有的甚至360度翻车 让人不禁捏一把汗 最后 冒着生命危险摘的 怪军的幸运人将会获得50英镑 约合435元人民币的奖金 近日一场冲浪大赛 在冲浪胜地南太平洋的 塔西提岛精彩上演 选手们在惊涛骇浪中 展开激烈的角逐 节目的最后 广角选手 冲出 家喽 抓不到 抗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